说到过年最让人期待的 莫过于丰盛的年菜 哇 看这一桌 实在口服眼服都大大满足 苹果新闻网就有请 林口亚新福棚喜来登 饭店的大厨李俊逸师傅 为大家献上五感都惊艳的 新年吉祥好菜 大家好 我是林口亚新福棚喜来登酒店 聚位县中餐厅主厨李俊逸 今天准备了六道创意料理 有年节必吃的狮子头 海鲜及肉类大餐 最后再加上水果甜点收尾 藉由澎湃佳肴祥祝福来年顺遂平安 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吃狮子头 那因为狮子头远远的象征的团圆 那北方人他们通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也会吃酸菜白肉锅 那我们把狮子头跟酸菜白肉锅做一个结合 那象征一个鬼爐团圆的异域这样 那首先我们要准备猪后腿肉 那记得尽量切细一点 这样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绵密一点 大概的稍微斩一下这样就好了 你要细切初斩 然后再就是摔的时候 尽量要摔得够扎实 把它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好那接着我们把那个市场买到的那个白表粒稍微也剁一下 那葱稍微切断之后 然后稍微拍一下 这样等一下要抓的时候 比较好让它出味 肉跟水的比例是一斤对三两的水 好那这时候我们再加一点米酒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葱姜水不要直接说切姜末或是葱花下去拌呢 因为如果你切姜末或是葱花下去拌的话 会影响它那个柿子头刺起来的那个口感 好加一点适量的葱姜水 刚刚剁过的那个白表粒 好加进去 你可以准备一些马蹄 尽量切的时候颗粒不要太大 加一点盐巴 跟胡椒粉做一个适度的调味 我们摔打主要是要把它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然后让它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扎实一点 有些人制作的时候会特别加一些太白粉或是玉米粉 那我们这边制作的话 我们尽量就是以食材的原味去做一个烹调这样就好了 好那我们大概摔到什么程度 摔到它锅子反过来 它东西不会掉下来 这样就好了 我们先分成六等份之后 待会再来硕形 那我们一颗的重量大概是抓在90公克到100公克左右 稍微把它搓成圆形之后 然后等到水滚的时候稍微把它丢下去 让它加热定型一下 一般都会有像油炸或是水煮的 那水煮的方式的话 它吃起来口感会比较软嫩一点 它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们这时候先来处理大白菜 分量也是依照要吃的人去做一个调整 那我们酸白菜 一样把它切成片状的 那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适当的分量 那我们先把白菜铺在砂锅底下 四字头捞起来 然后摆在中间 那刚刚的蒜白菜 我们一样把它平均的铺放好 那高汤大概是在1500到2000cc左右 开火 那我们等到它滚的时候 以小滚的方式炖煮30分钟 那记得要盖上锅盖 我四字头也大概都差不多了 那这时候我们把刚刚的花菇 那把它放好 蒜苗放在中间 淋上少许的香油 然后再加入一点高粱酒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教大家做一道牛转乾坤银新年 那因为2021年是牛年 那我们就用了一个牛肉 做了一个硬颈的年菜 那其实牛肉这个东西在 所有的肉类里面 它算是高档的一个食材 先把牛健鲜 家里有一般的那个叉子 稍微把它搓动一下 让它味道比较好 吸进去一点 加一点适当的油 锅子热了 那我们可以依序放入姜 我们先把姜的那个香气先炒出来 然后这时候我们依序加入葱白 然后再加入葱油 加入一些香辛料 也稍微炒一下 那记得炒这些干料的时候 火不要太大 因为它这是属于干的东西 你火过大它很容易就焦了 就苦了 适量的蚝油 那也加入冰糖下去炒一下 那我们可以稍微加入适当的米酒 初次滷那个牛腱的时候 味道其实不用放得太重 它主要是要让它做一个去腥 跟一个增香的动作这样 前面大概20分钟 你用小火的去滷 滷完之后就用浸泡的方式 这样它起来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烂 浸泡40分钟左右之后 把它拿起来 最好是拿去冰箱稍微把它冰正一下 因为冰过之后它的肉会比较结实一点 比较好切 不然你热热切的话 其实切起来的形状很漂亮 我们开始做一个切的动作 我们尽量就是稍微切厚一点 梅干菜一开始用泡的 泡完之后再洗的时候 用流血的方式稍微冲洗一下 因为也不建议洗太久 沙拉油可能要稍微多一点 因为梅干菜它比较容易吸油 那梅干菜如果不够油的话 吃起来口感比较会晒晒 等到锅子热了油热了 我们先加入适量的姜末 再加入葱花 切好的梅干菜 陈皮末 适度的调味料 加入少许的蚝油 胡椒粉 跟一点点糖 加入一些绍兴酒 稍微把梅干菜稍微焖煮一下 先把它包裹保鲜膜 这时候另外一个容器把它顺势的压上去 这时候我们将刚刚切好的牛腱 依序把它给摆好 以圆的方式把它围绕起来 这就跟我们菜的名称一样 牛转乾坤 那这时候把刚炒好的梅干菜 把它塞进来 少许的绍兴酒 把它封起来 放入蒸笼里面 然后蒸个40分钟左右 烫个青姜菜 这是要装饰摆盘用的 蒸好的牛腱把它取出来 把多余的汤汁稍微沥出来一点 我们就整个把它扣在盘上 把它翻开来 青姜菜把它摆好之后 我们就稍微淋上刚刚的卤汁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这道叫花开富贵年年鱼 那年菜的系列里面 一定少不了鱼 象征说年年有鱼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去做这道 这个鱼我们尽量挑选长生一点的 这样等一下我们要呈现那个花开的样貌的话 会比较容易一点 尽量不要裹度 头尾先去切开来 塞的这个部分下巴的部分稍微花一刀 等一下它比较好站立 被齐先剪掉 记得要以不断刀的方式把它给切割来 因为你一旦切断的话 等一下就没办法呈现那个花开富贵的那个形状 龙骨这边通常会有一些淤血 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清洗的动作 避免它等一下蒸起来会有一些多余的移心味 鱼生 先把它像一朵花一样把它呈现开来 然后再把刚处理好的鱼头 然后最后把鱼尾立起来 撒一点米酒下去蒸 它可以去除一些鱼的腥味 淋入一些香油 这样会让它鱼肉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干涩 把它放到蒸笼里面 一样大火蒸 15分钟 然后把火关掉 好 那我们会把这个蒸好的鱼 多余的汤汁先把它倒掉 好 我们稍微切一点辣椒装饰 拌均匀的葱丝 好 一样把它放在鱼头的后方 我们旁边稍微锅热油 这时候油温够了 我们就把油冲下去 鱼露把它蒸了之后就把它倒进去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这道花开富贵黏黏鱼 象征明年大家都黏黏有余 这样就完成了 明南人的传统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吃鸡去鸡啦 然后吃鸡它代表的就是 新年一切吉祥 或是生意辛隆之类的 土鸡腿 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请店家帮我们去骨 这边 还有一些软骨的部分 那这时候我们也稍微把它去除掉 那这时候我们用十字刀稍微划一下 好 然后撒一点盐巴 因为加一点盐巴 会让它的蛋白质凝固 会让整个鸡肉吃起来 比较Q弹一点 那一点点米酒 好 稍微把它抹均匀 那我们把保鲜膜平整的放在桌 铺在桌面上 好 好 这时候我们把刚修好的土鸡腿 好 把它卷起来 好 那尽量把它卷扎实一点 好 这时候我们再利用保鲜膜 把它整个包覆起来定型 要记得收的越紧 好 它等一下蒸起来的成品会比较扎实 它比较不会容易闪掉 铝箔子的用意是主要是要帮助它等一下在蒸的时候更容易定型 铝箔子这个稍微包覆就好了 不要过度的湿力 因为你过度湿力的话铝箔子它很容易破掉 收口的动作 好 放入蒸笼里面 好 它香气会比较容易散发出来 那沙拉油的比例大概跟葱的比例 维持是0.8比1这样 我们把油倒下去 做一个加温的动作 在葱的部分加入些许的胡椒粉提香 然后跟加入些许的盐去调味 好 这时候温度够了 把油直接冲在葱花上面 那这时候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适量的松露酱 蒸好冰镇过的鸡腿 好这时候把铝箔子拆开来 那整个扎实度会比较好一点 喜欢吃口感比较扎实的 那建议就切厚一点 有黄豆芽的或是小黄瓜的 一样都可以把它做一个 蔬菜底的一个搭配 摆放完整之后 那这时候我们淋上刚制作好的 翡翠松露酱 过年的年菜里面 除了鱼 那虾子也是必备的海鲜料理之一 那金枣这个东西 刚好是产季在11月到隔年的2月 呼应那个过年的这个季节的 金黄色的喜气的象征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从制作那个酱汁开始 新鲜的金枣 新鲜的金枣 稍微用叉子 稍微穿刺一下 让盐分比较容易跑进去 那淹过盐巴的话 那个金枣吃起来会比较甜一点 盐巴 腌制一下 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加一点蜜金枣的果粒 把多余的籽先挑出来 加了蜜茧跟新鲜的金枣 主要是它两个味道比较不一样 我们会加入原味的优格 好原味优格跟沙拉大概就是1比1 柠檬汁 然后稍微去把它搅拌 油炸的方式 那建议就是说 把虾头的眼睛这个部分 稍微把它剪掉 不然等一下它油炸的时候 它会油爆 然后这时候再把头拔掉 然后把身体的壳去掉 那最后我们留上一小节的虾尾 因为这样炸起来 等一下会比较漂亮 虾子开背 把虾的肠里做一个挑除的动作 厨房的插手指 先把多余的水分给吸干 稍微卷一下 把多余的水分挤出来 加入少许的 盐巴 然后抓一点适量的胡椒粉 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米酒 抓麻一下 稍微让它腌制一下 两颗 生蛋黄 然后把它搅散 那把它倒进来均匀的 把虾仁 把虾仁 涂均匀 稍微抓均匀一下 调制好的 那个玉米粉跟蛋黄粉 把它沾上 那我们玉米粉跟蛋黄粉的比例 建议就是1比1就好了 因为蛋黄粉主要是说它炸起来会呈现金黄色的上粉包裹的动作 稍微轻轻拍一下 把多余的粉给抖掉 那接着我们起一个油锅 然后把油温加深 加温到180-200度之间 然后依序把虾子放下去油炸 那记得油温如果不够的话 虾子下去炸的话 没有 它很容易粉就会脱掉了 好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虾头一起顺势 放下去一起油炸 我们油炸的时间大概在抓在5分钟左右 然后等到它浮起来的时候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虾球一个一个把它捞起来 先放在盘子里面做一个装饰 然后刚炸好的虾头 炸好的虾球跟那个优格酱稍微拌均匀 切新鲜的金爪 那一样把纸给挑掉 一颗把它切成8块这样 切成角直接把它点在上面 那颜色看起来比较金黄淘喜 那我们是以过年必吃的春卷创意的料理 炸完之后它呈现的金黄色也会比较呼应过年的讨喜气氛 春卷皮 我们先找一个蒸笼 先稍微把它蒸一下 再利用蒸汽有没有稍微把它蒸热一下 让它滋润一下 会比较好包 香蕉切成我们要的长度大小 那把皮去掉 四个边先把它修平整 等一下我们要切长条状的话会比较好 切一点 那我们长度大概抓六公分左右 然后再把它切成六等份 春卷皮 好这时候把它摊平 好 然后把香蕉 刚切好的香蕉 然后绿豆沙 抓出适量的大小 然后把它搓成长条状 然后放在里面 然后加一点酒酿 然后加一点酒酿 再加一点咸桂花 然后两边先收口 然后再把它对折起来 以卷的方式去包裹它 然后最后在收口的部分涂一点面糊 取一个生蛋黄 然后用刷子 把蛋黄均匀的涂抹在春卷皮上面 裹上生芝麻 油温把它加热到150-180之间 炸春卷的时候有没有记得油温不要太高 不然它很容易就 颜色就变深了就不好看了 油炸五分钟之后 等它浮起来的时候 就把它捞起来 然后准备一些餐巾纸巾 做一个收油吸油的动作 哇有牛有鸡又有鱼 还有甜点香脆又人 真是梦寐以求的丰盛年菜啊